时光如流 往事如烟 人物百家 回首幽幽岁月 讲述真实历史 百家人物 正如那天善的星星 闪烁在夜空里 长留在记忆中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香梅频道 我是香梅 听众朋友好 我是桧恩 桧恩您好 桧恩 我有个事想跟你聊一下 什么事啊 就是我以前在搜索林昭和张自新的资料的时候 发现一个现象 好多人把林昭和张自新的名字放在一起 而且后面还跟着一个名字叫玉罗克 我在国内的时候没有听说过玉罗克 在最近的网上我看到一篇文章 题目是一副对联之争与玉罗克之死 看完以后我才知道原来玉罗克是那么有真正铁骨的人 可是他因为文革后的一副对联被中共置于了死地 是 这副对联其实是非常的荒唐 是这么写的 老字英雄而好汉 老字反动而混蛋 横批是基本如此 对对对 就是这副对联 这副对联在当时可是非常的轰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联呢 这个现在大陆的年轻人是不知道了 可能五十来岁的人或者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记得这个事 说起来呢 这跟中共划分阶级成分的做法有关系 当时中共的高干子弟里边很盛行一个说法 叫血统论 这副对联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来的呢 嗯 是这样 在1949年以后呢 毛泽东把推行阶级斗争当成了一种执政的策略 既然要阶级斗争嘛 那首先要弄清楚谁是什么阶级 所以就出现了划分阶级成分这件事 当时呢阶级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是吗 对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这个东西 在1966年8月的时候呢 就有一位学者明确的反对血统论 而且呢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出身论 专门驳斥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动而混蛋那种荒唐的说法 是谁写的呢 哎 这位就是玉罗克 当然了因为这件事呢 他最后也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么严重啊 是 玉罗克这么反对血统论 他自己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啊 知识分子家庭 不过呢 在中共发动各种政治运动那种疯狂的年代呢 他全家人几乎都遭到了各种迫害 这样啊 那你今天就好好说说这个玉罗克吧 行 那咱们还是先说说玉罗克的家庭哈 好 玉罗克呢是1942年出生的 七岁的时候跟着父母乔迁到了北京 玉罗克的父亲叫于崇基 他早年呢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土木工程系 是水利电力部华北电业局的工程师 他曾经在梁乡设计了一批竹金楼 每平方米造价呢 只有40元人民币 啊 这么便宜啊 对 这些楼呢一直使用到现在 在当时为国家是节约了几十万元的资金 据说呢 当初盖的40多栋的两层楼 现在有一部分被部队占地的时候给拆了 剩下了20栋 可是这20栋两层的小楼 过了这么多年 甚至经过了唐山大地震的考验 意见也没有损坏 哇 这么好 是 因为在里面居住了40多年的居民 甚至说再住100年也没事 娱乐客的父亲真的是很有水平啊 嗯 那他妈妈是干什么的呢 娱乐客的母亲叫王秋林 也是日本的留学生 他在1949年回国以后呢 在北京和伙伴们一起创办了一家 李延铁工厂 这个厂子呢 在1956年被中共强行推行公司合营的时候呢 就充公了 在那之后呢 王秋林每个月只能领70元的工资 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 嗯 挺优秀的嘛 是 所以娱乐客小的时候呢 也很聪明 他会自己编木偶戏皮影戏 而且呢 他把小人书改成了话剧 让弟弟妹妹们来表演 真有趣 是 娱乐客呢 还用一张十六开的白纸 在上面又写又画的 为弟弟妹妹们编写一份报纸 他挺会带弟弟妹妹的 是 娱乐客呢 还是一位象棋的高手 他得过1956年北京象棋比赛少年组的亚军 这还不算 他还有一个特殊的本事 不看棋盘 同时下两盘棋 哇 有这本事 是 一位娱乐客少年时候的棋友就说 娱乐客可以同时和三四个人下盲棋 而且他总是赢 有时候呢 棋友们耍小花头 跟他开玩笑 把自己的棋子位置偷偷挪个地方 骗他 娱乐客立刻会清楚的说出 棋子应该在的地方 挺有意思的 是 娱乐客的性格呢 也很开朗 而且即使伸出逆境的时候 他也始终能保持着特有的一种幽默感 是吗 是 有一回呢 母亲想念被老教的父亲心情很不好 他就编了一个笑话给妈妈听 他说 我小时候写大字 家里舍不得花钱买红模字 就是那种描红的字贴 妈妈就给我写字 让我透过保纸拓 可是呢 我总是得三分 不明白为什么 结果有一天老师翻错了页 给妈妈写的模字 判了分 才四分 结果这个笑话说完以后呢 娱乐客的妈妈也给逗乐了 嗯 他是家里的老大啊 通常老大都比较懂事 是 刚开始的时候呢 娱乐客接触到的信息 都是来自报纸广播 还有课本上 那些照本宣科的说教 单纯的娱乐客呢 并不知道 很多事情的真实情况 和中共的宣传 说的非常不一样 是 结果有一回呢 有个人到他家门口来要饭 娱乐客按照他在广播宣传里 听来的所谓道理来判断 认为 要饭的人一定是好吃懒做 所以他就上前教育那个人说 要饭是错的 你应该回家好好生产 不要不劳而获 他这样说呀 是啊 要饭的人也觉得很荒唐 听了这番话之后呢 就赶紧走了 后来呢 娱乐客了解了真实的社会以后 才明白 当时的乞丐 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心酸 从那以后呢 再遇到要饭的 他每次都是慷慨的解囊相助 其实他蛮善良的 是啊 娱乐客15岁的时候呢 他的父母都被打成了右派 有一天他和妹妹无意间开抽屉 发现里边有妈妈写的检查材料 那是一份被高压压出来的 所谓交代材料 都是那些被逼无奈 自我批判的不实之词 娱乐客看了之后呢 想了很久 他对妹妹说 不管爸爸妈妈怎么样 咱们应该抱定一个信念 真理永远是真理 走自己的路 这就是结论 对 反正又开始以后不久呢 学校有两位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失踪了 过了些日子呢 学校要求同学们揭发这两位老师的问题 后来学校又召开批判这两位老师的大会 娱乐客在会上一直保持沉默 他很痛苦 三会以后呢 他对一位姓王的同学说 徐先生讲《红楼梦》的时候 说薛宝钗稳重大方 像个共青团圆 这句笑话怎么能叫攻击团组织的右派言论呢 大家当时听课都笑了 如果说有问题 那咱们每个人都有份呢 他挺正直的 是 紧接着呢 大链钢铁的浪潮席卷到了学校 校园里建起了十几座小高炉 古风机是日夜哄响 刚开始的时候呢 娱乐客也是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和同学不停的在炼钢炉前忙活 不过呢 当他兴奋的从炉子里边 掏出一块蜂窝状的铁块的时候 他有点疑惑了 他在那自言自语 这就是钢吗 细细端详半天之后呢 他说 我在工厂里见过钢 不是这样 这还是碎铁 只不过是烧化了 哦 是哦 可是呢 他没想到 这句大石化 招来了老师的一顿训斥 为什么要训斥他 当然要训斥了 那时候老师需要政治正确吗 当然了 娱乐客心里也非常不服 后来呢 这些蜂窝钢 一直被堆在校园里头 日晒雨淋 不仅生了锈 而且蜂窝里还长出了好多野草 娱乐客看到之后呢 就说 不是说这是钢吗 是钢 为什么不拉走呢 结果呢 他又因为否定大炼钢铁 伟大成果 受到了批判 这学校不上课 练什么钢呀 是 那时候就是那么荒唐 而且不光练钢铁 那时候学生们还被要求下乡劳动 当时 娱乐客和同学下到了一个乡下的队里 在那个生产队 有个队长就介绍说 他们计划要亩产120万斤小麦 120万斤 是 娱乐客呢 就和一位同学悄悄的算了一笔账 他说 按一袋麻袋装200斤算 120万斤要装六千麻袋 是啊 得在一亩地里码六层 这怎么可能呢 就是啊 后来呢 上边号召这些年轻的学生们谈下乡以来的想法 娱乐客呢 就和同学把心里这个想法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结果又遭到一番攻击 看来不能实话实说啊 是 事后呢 娱乐客疑惑的向那位同学说 这是怎么回事 那位同学说 我怎么知道 认倒霉吧 这什么世道啊 不让人讲真话 嗯 娱乐客对学校组织的空话连篇的辩论也是越来越反感 他对同学说 这样不去读书做人论道 不会有什么好处 娱乐客因此呢 也成了白砖的典型反面教材 被学校拿来对其他同学进行教育 娱乐客怎么也想不通 他有一回对一位好友委屈的说 怎么才叫红呢 我每天只在家睡觉 平时不在学校就在图书馆里学习马列著作 这叫不叫红啊 是啊 结果那位同学开导他说 红就是要在运动里边站在前列 娱乐客就回答 如果我想不通 或者是这个运动方向不正确 那我一辈子也红不了 看来他真是不会讲假话 是 娱乐客从小学到高三毕业 学习成绩和品行一直都非常的优异 可是呢自从父母双双被化为右派以后 老师给他的评定就从优变成了中 娱乐客不解的问老师 老师回答 你自己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吗 他肯定不知道了 可是那个时代呢 整个社会都充满了歧视 学校里边也是司空见惯 有的老师看见出身好的同学就笑脸相迎 看到出身不好的同学就冷眼相对 太失快了 是 班主任见到娱乐客呢 也总是露出一份不屑的神情 他的口头禅就是 你们首先要和家庭划清界限 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 甚至有一回还说 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列文的罗 敲不成音了 听完这话 娱乐客气愤的说 我就是面破罗 也要敲一敲振振他们 是啊 那个时候升学也讲家庭出身 他有没有去考大学呢 考了 他考生了吗 没有 你往下听啊 在一九五九年呢 娱乐客高中毕业参加高考 那年呢 大学招生的名额比报考的人数还多 而且呢 娱乐客考的成绩非常的好 语文数学都是最高分 可是发通知那天 他们班上四十九个人 四十八个人都考上了大学 可就是娱乐客没考上 为什么就他没考上呢 你听着啊 因为娱乐客成分不好 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都不敢要他 听众朋友 今天的人物百家节目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 听众朋友 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出身论的殉道者 娱乐客的故事 欢迎您到时收听 好的 听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